Hello 大家好 我是蛋糕糕 这期的视频的话是一个系列叫做跟我去旅行 那么今天的视频是要介绍一下我去旅行的时候行李箱都带了些什么呢 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我这次去尼斯的话行程不是特别长 15号去然后17号回 因为我的生根签就剩最后三天了 所以我想把它用掉 我这次东西就不会带特别多 其实我这些东西我一个书包就可以装下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会在尼斯买东西 所以我就带了一个登机箱和一个随身的菜包 至于我的行李的话 我的一些不是什么特别会常用到的行李 我会放在行李箱里 但是我在旅行途中会用到的行李 我都会放在我的这个Lonction的这个买菜包里 这个包真的很能装 我十分推荐大家买一个 因为它在不用的时候可以折得非常小 而且你平时上学的时候 用这个包也是非常合适的 就是它能装很多很多东西 这次出去的话也是因为时间比较短 所以我衣服都没有带多少 就带了一套牛仔裙 跟一件长梯和一个小的背心吧 算是因为我不确定那边会不会热 然后再穿了一件就是长袖振织衫 然后加条牛仔裤 下面穿上运动鞋 外面套个针织的稍微有一点点厚度的针织外套 因为英国的气温毕竟还是比较冷吧 刚刚大家也看了我整个打包的视频 然后我估计可能会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首先是我的这个化妆包 然后这是这个就是液体的那个包 还有一个是我特别想安利给大家 觉得旅行很有用的 就是这个护照夹 首先的话这个化妆包是我带那个 YSL买东西然后买多少 买80包还是多少磅送的 然后的话我这次带因为就是三天带东西 也不是特别多 我个人出门还是比较倾向于种 轻装典型一点的嘛 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 首先是一个刷子 我选这个刷子是因为它就是有双头 然后它外面有一个小布的小袋子 然后这个刷子的话我觉得适合一适合 你反正化整个眼妆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 Canmake染眉膏 因为我的发色比较浅 所以没有染眉膏的话就很奇怪 橙膏的话我带的是这个 而是带的Chanel的426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的话在我以前的视频中间也有试色 大家可以有信稍微点进去看 然后一是睫毛膏 然后因为我个人的眼睛用浓密的睫毛膏 没有太大用处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这是兰扣的一款线长的睫毛膏 然后接下来还是一个唇膏 是一个Kiss Me Coral 是露华龙的唇膏 然后这个唇膏的话颜色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橘红色 然后这个的话也在我的那个适合春夏 使用的唇膏的视频中间有试色 大家如果想详细了解的话也可以点击去看 然后接下来的话是一个 那个 一个 嗯 气垫粉饼蓝扣的 因为 因为那个 出门的话 要做这些 我能尽量不带液体的粉饼 不带液体的粉饼 就不带液体粉饼 然后这是眼线饼 这是一只Kiss Me的眼线饼 这个颜色是黑色的 然后我还带了一只 嗯 妙巴黎的眼线饼 这一只的话没那么细 然后是棕色的 我只想快点把它用掉 这个是不是特别好用 它颜色太浅了 然后还有一点点容易晕 然后 接下来是一个眉毛产品 是那个 Sort and Glory的 一只眉毛 眉笔 然后这眉笔 有买颜色 是非常浅的颜色 因为还是 还是一点 因为我的发色比较浅 然后 嗯 不见得多好用 反正我对眉笔一直都很无感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没有碰到 我特别喜欢的 还是说 我这个人就是不太会用眉笔 还是怎么怎么样 搞不太清楚 然后的话 接下来是一个 Case的眉粉 这个眉粉都已经被我用裂了 不要问我怎么裂的 就是有一天一表情 屁股撞去 它就裂开了 然后这个眉粉的颜色是 嗯 EX5 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看清楚 对了 我这个相机的话 因为它是 它这个镜头的话 是没有自动对焦的 所以说 就没办法 可能今天的视频 要是不是特别清楚的话 大家也就见谅了 这是一只NAS的 NAS的射加膏 然后4号是 呃 Vanilla 好像也是最浅的一个颜色吧 然后我用的话 还蛮好的 这个颜色 然后这也是 我唯一一直用在 就是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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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高色的一款眼影 这个颜色不是PK三是PK二 是一个粉色的 就不是很 它不是很火的酒红色 那个很火的酒红色的话 我个人 我觉得不是特别适合我 所以我就买这个 我觉得这个颜色太适合衷下了 很点的一个颜色 然后的话 接下来还是眼影 是一个NAS 我一直以为这个眼影的色号是喜马拉雅 结果搞当天不是的 然后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大地色 然后它这个眼影是可以干湿 是可以干湿两用的 然后是也有比较好看的天光 自己的刷色的话 我到时候在我之后面的眼影的介绍视频里面 再给大家自己刷色吧 然后的话还有一个修容 是Benny Bebe的Hula 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蛮好的 它不会特别偏橙色 所以说用起来的话就不会特别的不自然 有人说这刷子很不好用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不知道为啥 我有个小号机 我说这刷子超难用扎脸还掉脑 但是我用的话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感觉 然后这个是一块高光 然后这是自制堂的PK107 然后这个传说中的就是扇根利器吧 然后确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它填内膏 效果还蛮好 因为我的话我单眼皮 然后又是圆脸 所以内膏也比较深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一个Chemic的腮红 这个腮红我在我腮红界上面 为什么要带这个呢 是因为我唇高带了一只粉色和橘色 那么这个腮红的话我想涂粉色和橘色的话 就是只要粉色的我就涂 我就涂 反正我要涂到粉色的话 我就涂粉色这一边 然后要橘色的话就涂橘色这一边就OK了 非常好用的一个 然后一个夹子夹头发的 这边就没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为大家介绍我这个 就是里面装了液体的产品的里面 都有一些什么东西 首先的话是一个那个 洗面买的分装 然后这洗面买正装给大家看 它的正装是这个亚世兰黛的那个 红十六的那个洗面买 然后这个紫色的瓶子是一个 Purple shampoo 就是一个紫色的一个洗发露 因为我头发的话实际上面看上去没有什么黄 会冷色掉一点 然后的话这种紫色的那个洗发水的话 是用来去掉头发你们不想要的黄色的 然后是一支我最近特别喜欢用的一支香水 是那个芝麻洞今年2016年春季鲜亮 然后这个是木许四叶草与金莲花的 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就是一股 我觉得是男朋友的味道 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反正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这个的话盲买 我个人觉得比起芝麻洞他们家其他的香水 盲买的风险不是那么的高 也就是这一支的大众接受度 我觉得是还不错的 然后的话是一个那个哈巴的油 然后这个油有多好用 我也不用说了 反正大家 我感觉这个油的好评还蛮多的 然后我用完这个油之后 我感觉对于我肤框的稳定什么的 都还不错 但是效果的话 我个人对护肤品的效果的感觉 都不是特别的明显 所以说就也没办法给大家说出什么 多明显的那种感受 然后给你们参考 反正对于我来说 这个油就是我的肤框变得稳定 但至于给我肤框带了多大的改善的话 我可能确实还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 好对 然后这个油一般参加我的肌底液 或者是参加我的面霜面用的 接下来是一个 那个蟹脏水 这个蟹脏水不好用 然后到时看什么uk number one 但是反正连体包够的卸不干净 就不要买 大家看到这个就一定不要 然后接下来这是一个 那个蟹脏沙的一个自律 当然是自律乳 还是什么什么鬼东西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感觉的话也就那样 我一般把它因为出去旅行才用 所以说没有持续用 也没有感觉有多大的效果 接下来是一个超小质的小棕品 然后这个是我的一个眼霜 然后这是一个倩碧的眼霜 这个算是眼部折离 它是说是有去除水肿的一个作用 然后你看它这个头我还蛮喜欢 就是它这个按摩头感觉会凉凉的 然后让眼睛觉得很舒服 然后为什么我会一直还蛮喜欢 这个产品是因为我用完之后 确实会感觉我的眼睛周围有热热的 然后我的水肿会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不要指望这个会有多明显 我觉得太明显的 就反正就觉得让我觉得怪怪的 然后还是那个Sofina的小兰花 然后有人说小兰花这个因为有抗氧化的成分 再说是适合年纪老一点的 也不是就适合首领的一些的妹子用 但是我个人觉得那种抗氧化这种东西 它又不是像什么抗糖化 或者是抗枪击化那样的成分 抗氧化我觉得差不多20岁之后 我可以开始用了 再说你家防晒霜里面的抗氧化产品 它能有多抗氧化 对不对它主要还是防晒 然后看这个防晒霜的话 大家记得看一下 因为它虽然是蓝品 但是它这个分这个是Shitoli 然后它有一个Sapali 它Shitoli是一个滋润的成分 但是那个Sapali的话就是一个 就清爽的型 所以说油皮跟干皮一定要看清楚了 自己是清爽型还是滋润型 然后再买 这是我的一个卸妆膏 然后卸妆膏正装在这个地方 这个RMK的卸妆膏 我一直觉得这个卸妆膏很好用 但是有一次我看了一些也是评价吧 也评就是功课什么的 说这个卸妆膏它虽然好用 但它相近的成分比较多 所以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换换其他牌的卸妆膏感受一下 但是我个人的话卸妆产品是最喜欢卸妆膏的 它的香味也蛮好闻 然后用起来很细腻 卸的也很干净 对于我来说也不会让我长痘什么的 因为我最近一直在长痘 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 所以说如果说对香精不是特别介意的妹子的话 你可以考虑买这个 我非常推荐 我已经安利给我的摄友了 我摄的还安利给他妈了 反正就是我觉得蛮好的这个东西 接下来的话是一个是护手霜 这个是大家已经看过了 我翻包视频没有的 我只想把它用完而已 然后这个是一个bleach 就是我当时漂头发 我头发漂两次还toner了一次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的漂发套装里面 自带了一个发膜 然后我最近实在太懒了没弄头发 所以说既然出去玩吧 有人想到戴这个的话就还是用用吧 不过感觉好像这样看起来 我头发也没有特别想操 最后上下来是一个这个 是我在冰岛的时候 然后泡温泉它送的有一个试用 就是一个试用的一个小袋子 然后送了一个这个面霜 是冰岛蓝湖温泉的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反正就那样了 就保试用 最后的话就是我安利这个护照夹 护照夹当然不一定要买我这个 但是我觉得护照夹在你出去旅行 尤其是出过旅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的话 然后我觉得那种小的什么护照 那种保护套什么就不要买了 因为反正还能盖章的时候 这时候把你保护套拽下来 所以何必呢 买这种护照夹 这护照夹我当时是在新加坡的 张艺机场买的 不是特别的贵 但具体价给我忘了 然后有一点很很很单疼 就是它上面被我弄脏了 我不知道怎么弄脏的 反正就有一天我拿开 然后发现它已经干了 然后这个隔层的话 我觉得它蛮多的 上面这上面也有写 有些它大概就是推荐你怎么用 我一般是这样子 我一般把登记牌 或者是我的那个ETT 就是我现在的那个电子票 然后一般都放在这一边 然后的话这边的话 我这个地方放的是我的证件照 然后这地方是放了一些邮票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他喜欢收集影片 然后我也是到一个地方 就会给我的一些朋友们进行影片 所以我会把邮票放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放了一个小回心 这样我一般用来干啥一般用来 就是避住我的签证那页 到时候就好翻 因为你经常的话 你要把你的签证页翻出来 你过海关什么的 所以说我一般会拿这个小别针 变一下 然后的话这是我的护照 护照会放这个地方 然后的话 一般情况下 我会这样子就是我护照 然后特别是入境的时候 我会把我的BIP 就是插在这个地方 就BIP相当于我英国的签证一样 因为现在签证换成一张电子信息卡 然后插这个地方很方便 然后等于说就是 你就不需要 你到时候出去玩 特别在机场在什么地方的时候 我手上一把东西 又是登记牌 又是护照 又是什么我的签证卡 身份信息卡 我的什么证件照 什么什么的 那样的话很容易丢 特别是一般大家都喜欢 把它夹在护照里 这样子不好 最好用一个这个东西 把它收纳起来 然后这样的话 而且这个东西有个好处 就是它的形状是长方形的 然后就不会把东西折得乱七八糟的 用这一点我也觉得蛮好的 反正还是可以跟大家买一个 这种护照夹 我记得头网上有一大堆 各种各样的 几百块的也有 上千块的也有 但是施加之块的也有 反正只要买一个质量好的 然后买一个这种就是 中间的夹层啊 比较实用的 然后不要买一个太重的 就行了 然后我个人的话买了一个显眼的 因为显眼我才能知道它在哪 然后的话 再没有什么可交代了 反正这个东西 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出去玩的时候 备一个 非常实用 另外的话想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小白鞋 这个小白鞋 我在Primark买的只要三磅 虽然有些人说 就Primark可能会涉及到一些 比如说什么血汗工厂啊 之类的东西 但是他们家东西真的很便宜 所以我买这个白鞋的时候 我也没有犹豫太多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吧 谢谢大家的收看